清澈的湖水 碧绿的芦苇 优雅的湿地精灵丹顶鹤在水边悠闲的密室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齐西哈尔市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淡水芦苇沼泽湿地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在野化基地 近日 记者走进该自然保护区探访看到 扎龙湿地观赫台围满了天南海北的游客 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据悉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区四十多年以来 已累计人工繁育丹顶鹤一千多只 累计野化丹顶鹤三百八十只 这份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养鹤人的努力 据张显光介绍 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研究 他们也总结出一份丹顶鹤野化的扎龙方案 那就是亲代放归 子代野化 通过这种方式 让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野生丹顶鹤数量 一直维持在三百只左右 这让他很自豪 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就是成对的放回到野外 但是这对丹顶鹤它并不一定迁徙 有可能就是留在这跃动 但是它的子代呢 第二年的时候 它的那个子代会融入到野生群体 建立一个中间种群 我们叫散养鹤种群 来扩充野生鹤的种群 就是一旦野生种群出现崩溃的情况下 我们能通过我们饲养的丹顶鹤来恢复野生种群 为了让丹顶鹤更好在野外生存 鹤爸爸徐慧便负责散养鹤的巡视观察和记录工作 如今 保护区内的丹顶鹤看到它都会打招呼 发出响亮的鹤名 现在就是马上到这个禁服了嘛 连雨天了嘛 小鹤本身就是抵抗力弱 现在就是我们就是观察这个野外这些散养鹤这个小鹤 看看这个身体怎么样 它又是发病了嘛 我们及时能看着 能给它那个及时的人为就是干预一下的处理 据徐慧介绍 今年很可喜地看到 有十多对丹顶鹤一家四口的情况 它和区内工作人员共同期望鹤宝宝能茁壮成长 此外 在扎龙生态旅游区的文创小屋记者看到 以丹顶鹤为主题的文创展品琳琅满目 景区通过营造多维文旅体验空间 让游客在湿地观鹤感受自然风光的同时 进一步了解鹤文化的独特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